对我来说 千丁姐的那个 双人物的那个动作 很难的 因为我也很多次这样 然后 我这样的时候 他没有力量的话 很容易会这样 男生也会这样子的 对 但是千丁姐很控制那种身体 这个是很难 而且 我看你们在跳的时候 我也 嗯嗯嗯嗯那种的感觉 我觉得很精彩 特别好 对 因为之前我们也看过 就是街头女战士真的很强 所以我们这一次的 组织战争 然后也是编的 包括动作 然后还有招 这些都会 相比前面的组织战争 会再紧密一点 对 然后 我们每一次组织战争 我就感觉我们每个人 好像在工地里面打工 对 然后 我们也在排练的过程当中 觉得男人很重要 对 我特别想 Cue那个丞相老师 其实女生也很厉害 对不对 我们也可以做招 不需要男人 做练亚展示一下 好的 我们来问一下 我们的专业技术评审的意见 叶音老师 其实第一场我觉得 这边的服装 其实有点可惜 是吃掉了很多动作 会显得动作看不太清 对 然后到第二轮的时候 陈琳姐这边 特别好的是你们的服装 和你们的 道具的搭配 都是在音乐上 也是非常的加分 而且整体的视觉 也是把你们整个气势 都会拉起来 并且能够很清楚地看到 你们所有的编排的创意 和画面 还有情绪 谢谢叶音老师 想要先问一下 杨承宁主理人 手上这个是你提到的周边吗 其实这个样 当然就是有青春的意思 然后这个谐音就是样 也是我的杨承宁的羊 虽然拼音不同 然后MT就是Made in V 还有Triple S 然后MT在游戏里面 是坦克的意思 然后这是皇冠 当然就期许我们有机会 夺冠的那种意思 我们这次是非常想赢的 特别想赢 因为我们之前的比赛啊什么的 然后那个 基本上就差一点点 就能拿到一个第一 因为我们很想 想给姐姐 想让姐姐当一次第一 对 所以我们今天全力以赴 我觉得这一次真的比较勇敢 还有一个就像 涛涛昨天说的 就是不确定性这件事 但是我们知道 对手他们是非常厉害的 我们也不确定 他们会拿出什么舞风来应战 所以这种不确定 也是确实会让我们更觉得 我们要把自己能力范围内 能做的事情 把它尽量地做到极致 然后我们其实这一次 做到一点很好的就是 我真的认为我们15个人 都是享受舞台的 谢谢 谢谢杨潘云主题人 我真的想说 谢谢了不起无舍 因为真的有很多国内外 我很喜欢的舞蹈 我只能看视频看到的人 我现在能近距离看他们跳舞 就是特别是看完日本的老师们 还有韩国老师们跳完之后 我真的会意识到自己有很多不足 然后就是 就是我想要更多的学习 然后证明我们也不差 加油中国舞者们 我们之前来都会比你好 我认为非常艰难的 中国舞台组的人正常演唱扬 我认为我们有很多人 我们都很恐慌 我们的美会 我们都不会都会设似身边 GDC也还W Proudmon 也和 我看到眼睛 我真的看到她的眼睛 她的眼睛是不太有意義的 她的眼睛是很激烈的眼睛 她的眼睛是很激烈的眼睛 她也很激烈的眼睛 我也很感激烈 她不太能表現一下 我感到很痛苦的感受 但我感到很感激烈的眼睛 我感到很感激烈 我感到很感激烈 韩国舞台也很努力 中国舞台也很努力 美国,日本舞台也很努力 舞台也很努力 好的 那么再次感谢两组选手 恭喜杨承琳主理人的先进场排 谢谢 我们带大家稍微休息 杨承琳积十二分 必然第一 怎么办 好几个 现在生子一五是我们 然后李斯和赞多 我们来回顾一下得分情况 目前排名第一的是 杨承琳主理人的先进场排 积十二分 排名第二的是 承琳主理人的先进场排 积九分 高焊宇主理人 李斯丹一主理人 赞多主理人 三个人的先进场排 目前并列 都是积三分 那么首先恭喜杨承琳主理人 承琳主理人 你们的先进场排 晋级总决赛 恭喜 恭喜 很开心 这种突然的惊喜 比已知道的时候 会更让人惊喜吧 对 就是我真的好像不太适合 给自己立FLAG 我越不要去期望结果 但是他越会给我惊喜的那种人 所以当然还是非常的开心 靠啥呀 我现在应该是你靠 因为你还有一场仗要打 哎 有点压力 满满鲜牛乳 一口虚敬欢 本节目由高品质国运鲜牛乳 冰淇淋虚敬欢 独家冠名播出 美妆大牌不用等 天天都是618 本节目由全球首席美类官 中美日上赞主播出 本节目由茶醉欢乐观 确炒茶醉低糖真果之茶 赞主播出 那么现在我们即将开启 武社的保留环节 生死义武 来争夺进入武社总决赛的最后门票 高汉宇主理人 李斯丹尼主理人 赞多主理人 请从你们的限定场外当中 选派两位最强solo舞者 进入这个环节 生死义武限时90秒 音乐可自选 现在给大家半小时的时间 回到舞房准备 半小时后生死义武 即刻开启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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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浪海生了没有 走起来 走 走吧 回去吧 看看一个 如果淘汰的话 对他们来说 最后的舞台 而且我也有压力的 但是现在的我们 必须赢的那种状态是很需要的 我们一抱 然后再把它丢回去 一路看呗 先看其他两位而已 好 看一下 好 下一个 下一个 中文字幕作为 我想的是一個人是pop 一個人是jazz 阿欣 她是那種沒有自信 但是舞台上她可以 砰的人 元姐的風格是 和其他的對手完全不一樣 她的作品更看起來高級一點 我想相信 第一次的我的感受 阿欣和元姐 是叫我也跳得好 但因為要跳吧 我想選擇的是那個 Groove Battle 的時候的元姐的 那個Groove 所以我想選擇的 然後VS是我選擇是pop的跳得好 所以我覺得有一個pop 有一個Soul和Jazz那種的 比較適合我們 但結果有所謂 所以不用壓力 OK 先好好準備吧 反正我們現在就已經決定好了 我們上的是大田一和天堡 然後好好準備 我覺得心態是最重要的 然後你們一會有什麼需要配合的 我們就提前溝通一下 吃飯休息上台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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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